HELLO 大家好,我是Kerry温哥华地產經紀 我很開心來到夏威夷里和爸爸媽媽、機仔來度假 一個禮拜後就快覺得… 我改了化我的髒話 繼續吧 怎樣知道到達第二天 我收到Concode Pacific的電話 我剛才跟我說 現在Concord Brandwood的準備功課已經差不多了 明年初應該會有更加詳盡的資料 以及可以準備開售 我原本就想著OK啦 等我回到溫哥華再慢慢做 誰知道我用八卦打開briefing的書籍 一看 封面那張照片和我一看到是一樣的 有椰樹、有沙灘、有很漂亮的大海 我想說很棒 我現在說這地方是一樣的 不如在這裡拍完 不要浪費了 現在是水漲 不要浪費了這個景色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麼資料就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再跟大家說詳盡的版本 它為什麼會用了這些照片來做封面呢 因為Concord Brandwood新一期有三棟樓 這個collection的名字叫Oasis 這個綠洲是主題 寓意就是Brandwood現在已經很modern 也變成一個越來越忙碌 好像是一個超級普通的大都會 遇見未來會是這樣 有很多商場、很漂亮的食肆等等 很多很多東西 Concord就是希望將來住在這三棟樓裡的人 即使在一個這麼大都會的城市裡 都可以過一些resource style 好像我們這邊一樣 很捨義的生活 就可以幾步路回到家裡 就遠離繁囂 因為Concord Brandwood 那個位大概大家知道 其實它都有Lotus 7 距離Sky Train 大概是走路5至7分鐘 就已經走到 希望這5至7分鐘的路程 大家回到家裡 就有很漂亮的泳池、resort 整個住宅的氛圍 都好像到了度假一樣 很舒適的 好 我們現在知道我的頭太忙碌了 不是啦 實在太…太得很朗聲 太 distracted了 我們希望待會 回到酒店房之後 就和大家看一看它的 brochure 和它的floor plan資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Concord Brandwood這個新一期的 brochure 都是今天剛剛收到的 就是這個封面 吸引了我 在懷疑那邊 拍這個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整個主題 或者三棟樓的collection 就叫做Oasis 都市綠洲的意思 但它屬於Concord Brandwood 整個大項目的其中一期三棟樓 其實這個位置就是Brandwood 我給大家看看大一點Brandwood 在哪裡 如果不太熟悉的朋友 這個是Greater Vancouver 大溫哥華的地圖 這條黃色的是千禧線 去到這個站 其實可以駁上去Downtown 所以Brandwood去Downtown 距離大概是二十多分鐘 左右的Skytrain就會到 它就是這個area 這個Skytrain站 就是屬於這個project的 這條是Highway 1 大家看到這一條 就是Skytrain的軌道 連間大家看到這個地圖 這個area就是Brandwood 但這裡幾棟樓 其實全部都會是Concord Brandwood 整個屋苑 已經正在建 快要建好的 就是後面這裡有四棟 頭兩棟Hillside West 就快要建好夏天收樓 然後這裡Hillside East 這兩棟的convision 就是2023左右 現在新發展的那一期 就是這裡會有三棟樓 剛才已經賣完 快要建好這幾年 就是上面這一棟 我們會再遠離 多個Skytrain 所以在聲量上會更安靜 因為這些樓會擋著聲音 而我們的面向 主要是向南邊 這裡會有未來的公園 向南也會比較空曠 就是沒有太多樓遮擋 向北的話就會有些樓 我們說回這個屋苑 或者這一期的主題就是 都市綠洲 主要是希望可以帶給繁忙 都市人的生活裡面 帶回多一點 是好像resort 去了旅行的感覺 尤其是COVID 兩年都去不了旅行 我們都兩年 都在溫哥華 這次是第一次 搭出了第二個國家 去了美國 叫做飛了一下 可以玩一下 那Conqua就希望 去新一期的建築 或者它的屋苑 都可以做到這種感覺 所以它的主打 除了是樓宇 包括外面本身的設計之外 都會是它的配套 配套的話 走出去五分鐘 再去到一個mall 已經有個很漂亮的 Amazing Brandwood的mall 然後在它自己裡面 都會有一些街道購物 最重要就是這個Club Oasis 它就是一個 好像自己的匯所設施 想創造一種resort的生活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有它的室內泳池 還有很多落地玻璃 即是有兩層的樓底 創造一些舒適 即是開陽一點的感覺 沒有那麼壓迫感重 另外也會有一個 比較漂亮的front area 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 球類活動的中心 而且不是四面牆壁 你看到這些中心位置 都有很多落地玻璃 這些都落了點零的設計 令到你感覺上 是被周圍的拍攝包圍 因為Oasis這幾棟 尤其是向南 向西南那一面 都是一個未來的公園 會期望有很多 green space 綠化的樹木等等 例如保齡球場 健身等等 都會是它做出來 整個會所式 即是好像度假式生活的享受 你到時去預約它使用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們去年是說了很多 Concord Metro Town的 包括例如室內外 可以延伸出來的露台 令露台很實用 可以鋪地磚漂亮一點 上面有保暖 然後有玻璃幕牆 可以去enclose 這個功能 在Concord Brentwood裏面 都會有 但是否一模一樣 我們未知 但會是一個很近似的概念 如果你是 只是預算買到一房 但都希望有一個 好像兩房的空間 或者你買兩房 希望有一個三房的空間 那Concord Brentwood 或是這一期 就會有更大的可能性 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些玻璃幕牆 可以一塊塊蓋平 去enclose 令到外面的 這個belconic space 都可以和室內融合 因為室內這些都會是玻璃的推門 還有上面會有這些heating 所以你的保暖效果都會好些 秋季 即十多度或幾度的感覺 你都不會說在露台很冷 你要穿著羽絨 其他就是充電車位一定會有 全部都是Level 2 準備好 你可以隨時買電車 安裝充電器 就可以安裝充電器 這個是深色系列 就是淺色上面的廚櫃 下面是深色的 然後配一些黑色的水龍頭 毛巾架 黑白的效果會比較強 另外就是Kramer 就是比較軟的Style 但會很型地配黑色的Back Splash 這個Collection Oasis會有三棟樓 我們暫定叫它North Tower 最北邊那棟 最西邊那棟West Tower 以及東邊有一棟East Tower 我們可以看看附近的樓的分布圖 這幾棟到時已經會建好 在North那邊 但是West Tower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拿了一個角度 幫北偏北小小的corner 也會有小小開陽的景觀 因為這裡看上去就是北邊的雪山 而且也沒有太多樓遮擋 西北這裡側出去也不錯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矮的樓 而且這兩棟都是遠一點 你這個方向看出去也不錯 那邊其實就是Skytrain的方向 Skytrain Track在上面 東南、西南這個區域會是最開放的 因為它一路看上去 這個就是未來會有一個urban park 會有些樹、有些ground、有些green space 所以這裡會是最開放的 正西可能會對著未來再下一期的Concord Brandwood 現在就沒事的 現在說的是West Tower會首先發售 它總共會有50層高 而407個單位 它的單位的種類 就是一房、兩房、大兩房 或者叫兩房加釘或是gas 和三房的類別 一房五百六十呎左右 兩房就是八百呎到九百呎左右 大一點的兩房 加多個釘或是gas room 八百多呎到九百五十呎左右 最後三房的尺數就是一千零五百呎到一千一百七十二呎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我這條影片的YouTube下面的Description 會有一條link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按一條link 或者你Tax我 或者打電話給我 你按下去之後就可以登記 為甚麼登記 因為大家之前有買過Concord Metro Town 或者經歷過過程 就知道 Concord Pacific在賣樓的時候 它會比較重視先來後到 和它有隔離的realtor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但未決定你買未 或者怎樣的 都可以盡快登記 因為在名單上比較前面的人 或者在某一個Cut-off日前 他會先照顧 你們會有一個優惠 可以先進來看showroom 做決定的時候 都會比較早拿到appointment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哪怕你有少少興趣 都歡迎你登記 之後有得看showroom 有更多桌面 整個樓層的桌面 都會是第一個收到的 首先一房間 這個是560呎的室內面積 它的可延伸出去可以用的露台 就會是217呎 所以它總共可使用面積是777呎 大家看到它的feature是怎樣的 門口進來 這邊會有laundry space 跟著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是可以連接睡房的 這邊是特別有steam closet 大家可以把衣服消毒 整乾它 有很多功能 這邊是一個 Linear 長條型的廚房 跟著就是客廳 在這裏 無論是你的房間 還是客廳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移動的 Glass door 你可以打開整個Glass door 就可以出到露台 這邊 這一個可以延伸出去的露台 這裡會有一些Glass panel 你可以關上的 這個Indoor outdoor solarium 會有鋪了磚的地板 天花板會有heater 以及也會有燈 還有這個Glass system 就剛才跟大家解釋過了 兩房可以看一個大的 這個那麼磨 兩房加墊 現在有沒有價錢 沒有 現在沒有價錢 但是大家如果說價錢的話 大家可以預約1,300元左右一尺起 我相信會是這個的平均 當然了 樓層的高低有沒有view 然後你的單位越小 尺價越高 這些都會是一個計算的範圍之內 這個都是挺大的兩房 869尺 這個露台就方正一點了 剛才那個是corner unit 大家會看到 這個就不是corner unit 它是一個比較試正的兩房 門口進來已經是L-shape的廚房 跟著加上dining space 有一個work area 這邊就是客廳位置 都挺闊的 兩邊的睡房分開 而且它的感覺好像兩個套房 除了這個主人房之外 這一邊的房間 都可以很快可以走到洗手間 就貌似是一個兩套套房 這隻露台 根據我的印象 是會特別受歡迎的 尤其加上它沒有篩位 沒有走廊位 一進門口 就立即可以看到整個space 露台也是一個很容易用的露台 可以放到這個是八人大桌 這邊還有可以放spova space 三房這隻職是1172呎的室內面積 室外露台可以用到 可以延伸出去到465呎 都很大 差不多500呎 它的室外露台 基本上是一個圓形的wrap around 整個unit都包了 它的方向是西北方 它是屬於這個corner 大家看到門口進來 更加闊落的客廳 還有一個中堂之外 再有飯廳位 再是客廳 對不起這個存房 我剛才說錯了 然後這裡是兩個房間 這裡是一個主人房 這兩個房間share這個洗手間 這裡是主人號房 有一個很大的walk-in closet 全部都是glass door 它全部都是這些可以出露台 全部可以互相connected 說回它的買賣流程 現在還未有一個很細節的定案 不過都是跟回我們之前 剛才Metrotown去年賣的時候 都是首先登記 首輪登記 然後某一個時間 會有一個所謂的截止日 但現在還未知何時 它會突然之間announced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 就是先登記了 慢慢去分階段 就會發更多個flang fan出來 可能要大家再填一些東西 你有甚麼興趣 下一步 當它知道可以何時 讓我們VIP Realtor的客人 進去看的時候 就會立即通知你 和我都會收到Email 幫你約的時間進去看 之後那些viewfinder 會有一個online的平台 可以和大家share 所以如果你遠在香港 都不用擔心 我們都可以zoom 就和大家show 不同的單位 看出去的view是怎樣的 它的買賣方法 或者其他 下一條片 如果有消息的時候 就再分享給大家